这里是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它就是位于南美洲的清伯拉索山峰 山上形成了自然冰 有着最上等冰块的美称 深受人们的喜爱 也养活了一代又一代彩冰人 随着人工冰块的出现 人们早已不再需要自然冰 彩冰人的生活又该何去何从 这个男人叫做巴尔塔扎尔 居住在清伯拉索山脚下 清伯拉索山是一座圆锥形的休眠火山 海拔6272米 是厄瓜多尔境内最高的山峰 山顶上有许多自然形成的冰块 每周有两天它都要到山上踩冰 这么天刚亮太阳还没完全出来 巴尔塔扎尔就来到了驴圈 用一张厚厚的毛毯放在驴背上 再用细长的绳子将踩冰工具固定在上面 随后巴尔塔扎尔赶着驴 走入了高耸的大山 来到了一处长满甘草的山坡上 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方式割草扭升 弄好后带着几大捆甘草继续向前出发 一路上它穿过了荒原和乱石堆 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最终到达了清伯拉索山的山顶 在这里它用手将冰川上的碎石扒开 不一会儿就露出了冰山的一角 最后它继续寻找最佳的凿冰位置 找到后巴尔塔扎尔用力的将铁棍往冰川上一戳 片刻之后一个半人高的冰块就直愣愣的掉落下来 但是凿冰的时候它必须得小心随时要掉落的碎石 一旦被砸到飞死即伤 而且山顶的温度极低通常都是零下几十度 即使是这样它还是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下来的 下一步它准备将掉落的冰块移到下面平坦的地方 一开始它打算借助铁棍将冰块翘起来 让冰块滑下去 然而冰块实在是太重了 它翘了几下就放弃了 于是它毫不犹豫地坐在了满是碎冰的冰面上 完全不在意屁股下的阵阵凉翼 用两只脚将冰锥推下去 果真见笑了 冰块开始滑透 不幸的是冰块卡在了碎石堆里 它滑到了一半就不动了 巴尔塔扎尔立马又拿起铁棍借助地心引力 一下子就将冰块推到了相对平坦的地方 这时它拿出了一把小锄头 将这半人高的冰块凿成了两个硅杉的冰块 凿完后巴尔塔扎尔将带来的干草 揉搓成几股粗的绳子 然后将绳子放在地上 然而这些绳子可不是乱摆的 是有讲究的 摆好后巴尔塔扎尔会将干草平铺在绳子上 再把凿好的冰块放在干草之上 每当这个时候 它都会再用一层干草将冰块紧紧地包裹起来 最后再将刚刚摆好的绳子拉上来绑住 一个完整的冰块就这样打包好了 打包好的冰块会由驴驮到山脚的道路上 到那时它会叫上一辆车将冰块运送到市场上 巴尔塔扎尔从15岁开始就一直跟随父亲 到山上采冰 他已经做了52年 在以前采冰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工作 因为青波拉索山的自然冰尝起来十分的清甜 并且它里面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在那时 人们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冰 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买青波拉索山的冰 为了赚钱 村庄里面的人几乎都是全家上站 每天上山采冰的工人就有四五对 因此这里的孩子几乎从济世起就要学习采冰技术 当然巴尔塔扎尔一家也不例外 他的父亲把采冰的手艺传给了他们兄弟四人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三兄弟一直靠卖冰维持升级 但是随着冰箱和冰柜的出现 没有人再需要青波拉索山的天然饼了 大家都倾向选择便宜的工业饼 迫于现实 弟弟和村民们只能转行 最小的弟弟在十年前都没有继续做这份工作了 他认为山上太大很容易伤身体 如今他在工地上干活 赚得比采冰多一些 但是他仍认为不能继续采冰是人生的遗憾 老二认为冰太便宜了 根本就不够养活一整个家庭 如今他每天都去集市上去买工业饼 然后制作冰淇淋到集市上去卖 也能勉强维持一下一家人的生活 现在就剩下大哥巴尔塔扎尔一个人 还在开采冰块 几个小时后巴尔塔扎尔就来到了集市 车刚停就有懵懂的小孩子前来问他这是冰吗 他自豪地回答这是钦伯拉索冰 说完又浮现出无奈的笑容 路人将干草包上的冰块放在他的背上 年迈的他潺潺微微地从地上粘了起来 缓慢地背着冰箱电力赶去 一路上冰块将他的衣服一件件打湿 背上刺骨的含义让他不断地打冷颤 半个小时后巴尔塔扎尔到达了收购冰块的地方 这是他从小跟父亲送冰的地方 如今只剩巴尔塔扎尔一个人 这家店已经收购清伯拉索冰几十年了 店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他十分的熟悉 随着冰箱冰柜的出现 他们家对收购冰块需求并没有那么大了 以至于清伯拉索冰的价格也变得十分的便宜 每次冰块赚的钱只能勉强够巴尔塔扎尔一家人吃一顿饱饭 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干这份工作 但巴尔塔扎尔上呗 在他死后也许这个行业就消失了 他不想把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就这么消失 只要还活着他就要继续坐下去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山顶的冰也在渐渐变少 巴尔塔扎尔需要爬到更高的地方开采冰块 这就意味着他需要面临更大的风险 卖完冰后巴尔塔扎尔踏上了回家的路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 就只有他一个人赶着陪了他一辈子的驴镜山踩冰 曾经这是让多少人耐以生存的技能 现在却没人愿意干 巴尔塔扎尔总是向上帝祈祷 希望有一天他的后代们能将这门记忆传承下去 可是谁又能追得上时间的脚步呢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